我们的第一次房车旅行要开始了 它像一个大火车一样过来了 橘子收集器 走 到时候夫妻都过来 在这看夕阳肯定是绝对的 不真实了 今天是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拖这辆车 拖到我们今天的露营地 但是我订的营地其实距离这并不远 我想先试一试 我们的房车还在收拾之中 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收拾好 但是已经把床铺上了 这是我们的大大的双人床 这里还有一些衣服 这里放了一些T恤衫 所有东西已经检查完毕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美国开拖划房车 其实现在心里还有点不确定 因为它很长 转弯 包括它的宽度 怎么去观察 怎么去病道 开多快 其实在我心里现在都没有数 所以一会只能是路上 边开边迅速地去感受 去获取经验 好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已经把所有的零碎的东西都给它放起来了 对 因为一会儿一摆栋 有可能会掉 所以说要检查一下 就争取它不要乱飞 但是有一些东西还是散在这儿 行 窗户都检查好了 那咱就关门走人 好吧 走吧 对 它像一个大火车一样过来了 阿库 我是洛杉矶属于那个男人 好 好 我们到营地了 哇 咱们入住了 真好 我们的朋友来找我们 我们要在这边check in 然后这边还有纪念品可以卖 小语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一个 这是垃圾袋吗 我猜对了吧 这是垃圾袋 而且是他们自己给取走的这个垃圾 然后一个车的 一个trailer的 哦 都要好 都要放在车前面的等风玻璃是吧 然后咱们为103 还有地图 对 还有地图 你看看 然后他告诉你 你可以随便摘橘子 行 可以摘橘子 我一会想一头扎进游泳池 可以吗 走吧 走吧 Let's go 领卫小诸 这个位置现在已经挺紧密的了 OK 103 哦 它是相反的 哈哈 好 好 哇 你看前面 小语 你看前面 嗯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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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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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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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子 你看这个菊子多好 嗯 嗯 香啊 还不错啊 对 随便摘啊 随便摘 嗯 酸 是很酸吗 酸 有点酸 是吗 那你可以搁一晚上再吃一回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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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黑水 对 黑水 现在我面前的就是我们的营卫 这个营地实际上是在一个很靠近 就是在城市的中央的这么一个营地 所以说它会感觉车和车之间还得比较紧 但是感觉环境特别的好 每一个营卫都有一个橙子树或者橘子树 然后你可以随便的摘随便的吃 然后我还看到有人家门口放了好多花盆 这就是那种常住类型的 住了好长时间 是 它在这养花什么的 包括还有挂着国旗的 就像自己家的地一样 对 而且这个空气中全是有花的味道 还有橘子的味道 香香的 对 特别的香 我们刚从房车里出来看到远处的云 哇 真的太漂亮了 赶上了一个非常赞的夕阳 火烧云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沃尔玛了 这个云好有层次啊 是啊 房车生活的第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很忙碌 很辛苦 但是乐在其中 两个人一辆车拖着我们的房子 天地为家 心中既兴奋又忐忑 期待明天不一样的风景 电梯 没想到 这 这个 咱们 有意义 今天 咱们 好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 这个地图上,园区给的地图,上面写着,在这个地方,然后这儿呢,有沃尔玛,Trader Road,Target,就是超市都有,然后还标了必胜客,然后Home Depot,买一些工具啊,然后买药啊都有,然后这边还有Post Office,可以邮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Hospital,是医院,都有, 然后旁边这块是迪士尼乐园,你可以去这边玩,这个位置很好,营地给了一个专业的垃圾袋,然后上面写着,早上9点到8点,他们会收垃圾,然后呢,要确保垃圾的袋子没有破,然后要放在自己的营卫的红线里,这一侧,就不要放在主路上,这还挺好的,然后他们会收垃圾,就不用自己去倒。 整理的工具,就不用自己,就不用客气,不停的了。 先把锅子乞壞,准备北千金方就好,就用来说,操人身小氨,我们了解几备点,几备点灯, 后面放在接着,还要有需要的用水,不停地伸佩地的油继继续,就行过去,的料理,刻也要做齐为贝心的天菜的手。 好香啊 这是我们今天的牛肉面 出锅了 真的太香了 一点都不骗你 刚刚开始的房车生活 一切都还在慢慢适应 今天第一次开火做饭了 牛肉面真香 朋友说今天要带我们去他们私藏的路日观景点 这里能看到加州西海岸经典的日落风光 清新的海风 今天冷到不冷 因为阳光很足 冷是不冷的 这边有草坪 然后很多人在这放风筝 然后那边就是大海 然后远处还可以看到一个岛 这有人要办风礼 这会在落日的时候灯亮起 很特别漂亮 现在在的位置是川普的高尔夫俱乐部 是他选的纸在这开的一个高尔夫俱乐部 让这个位置感觉很神奇啊 就是刚才我们去的那个位置 风特别大 然后现在呢 这个位置就是川普就没有风了 特别柔和 海的状态也特别平静 所以就是呢 这个位置选的特别好 就特别适合高尔夫这个运动 过来过来 不要怕 我们在拍合影 来了 怕了吗 OK OK 看这条路 裂开了 这是裂开的一条路 就是这个前那边下雨 山体滑坡 哇 天哪 就山体 山体移动 要天拉 哇 越野啊这是 哈哈 路上真的是平的 我们来到了这边的玻璃教堂 然后这呢 说不让进 然后现在才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是山体滑坡导致的 你看 所有的地方 地都翘起来了 之前那画点车 停车线 对 教堂就在这 就在这个树后面 就感觉 快看不见了 因为它是一个全玻璃的 哇 这个树 好像恐龙 恐龙的皮啊 这个树 就感觉很大的 很粗的纹理 这的光影太好看了 你看阳光刺过来了 这个就是玻璃教堂 但是现在已经关了 真的很美 这还有这个教堂的名字 上面还有这种植被 现在这种光影下都很好看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教堂 全是玻璃顶 这个角度忘进去 然后这边是太阳 对 然后这边就是大海 就一个缝隙 这个角度堪称经典 哇 现在这是教堂 只有一缕的余光了 很神圣的感觉 地砖上都是在这结婚的人 这是一个就是永恒的纪念 你看西西的都是写他们的名字 都还有年代 然后还有他们想说的话 现在我们来的这个教堂 玻璃教堂这个位置 你就会随意的都可以来 是免票的 然后这个地方真的很推荐 就是在这儿花一点时间 尤其是在现在 我们来的这种傍晚的时候 这个视角太阳斜过来以后 特别的漂亮 其实可以在这办一个婚礼 对啊 这办婚礼绝对是绝了 真好 离开旅人教堂 我们继续沿着海岸线行驶 去追逐最后一缕阳光 这是洛杉矶最经典的黄金时刻 现在在我面前是橙色紫色粉色 给你们看一看 好看吗 哇漂亮 哇 哇 来了 我大海 我天哪 看这边 这太不真实了 太不真实了 太不真实了 哎 然后在那边 我可怕 如果你未能吃到 我可怕 啊 我们现在已经把车的所有的东西都收好了 并且把电都断了 断电以后在这个转场过程之中 因为我马上要去下一个营位 然后冰箱是怎么供电的 其实现在冰箱是亮着的 因为它在这边有一个调节 就是调auto和LP 就这个auto就是自动的循环 就是电和前面的煤气自动循环 也就是说你自动的话 它就觉得你插上电之后就用电了 然后如果你断电之后 它就用你的煤气 这个黄色的是柠檬 然后这个是什么蓝色的是什么菊 什么菊 各种菊 不同的菊 不同的菊 然后这个绿色的 还有绿色的柠檬 这还有柚子 我们现在拿到了工具 还有袋子 还有地图 把它这样一勾 两个了 橘子收集器 这也太专业了 好香啊 这是我们最近的维生素保持 保持 吃完维生素再晒太阳 绝对又黑又黑的 这个地方就是office 它的办公室 你可以有什么需求 都可以在这去找他们 这个地方就是公共休息区 你可以在这坐着乘凉休息 然后这里是公共的烧烤区 然后那边有两个烧烤炉 还有水池子可以洗涮 有一个水槽 你看它上面还有冲鱼的 这样给它拿下来 这还有一个小区域 但是这个球 这是玩球的地儿吗 是门球吗 我感觉像是扔纱带的地方 这里就是游泳池 可以在这游泳 挺爽 对呀 这是一个儿童娱乐区 对 里边像那种小 有滑梯 而且地面都是沙子 对 是吧 它还又软 又让孩子能感受到 好像在沙滩上的感觉 对 滑楼梯了 是我这种小孩 可以玩的地方吧 你是小孩吗 还好意思 试着这种小孩玩的东西吗 这都是很复古的 很老的那种游戏机 这个是弹球吧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下来之后是 就是你就可以拿走 是吧 对 这应该是买的 就那弹力球 对 这应该就是弹力球 五毛钱一个 然后在游乐园的后面 这边就是这个营地的洗衣房 如果有衣服的话 就在这可以投币洗衣服 感觉看着真干净 还是有点狗毛 有点狗毛 是吧 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养狗 对 会吸狗的 写着呢 两块两毛五一次 然后这个衣服篮子 可以把衣服放在里边 然后推过去 是吧 然后这还可以运衣服 这个台子 然后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拿这个洗衣粉 各种消毒液什么的都可以 这个是把硬币放进去 然后这样一推 它就进去了 它不是自己滑进去 那要是纸币的话就不行 对 你还要换 那这屋里肯定有换硬币的地方 就是你把纸币放进去 然后这块出硬币 是吧 从而安治烂的出发 我们来到了Huntington Beach 今天我们住在距离海边 只有一步制药的房车营地 还预定了出海关经的活动 房车生活的方便之处 就是可以把家 搬到目的地的附近 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去深度体验 我们现在已经逐渐进入深海区了 这儿风越来越大了 对 站在这儿还能感觉那海水扑到脸上 对 而且船的起伏特别大 我笑服一下 要站稳 我看到船长一直在拿望远镜看 对 他们在找海豚或者鲸鱼的群 对 但是现在还没找到 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看得到 对 我相信他们有经验 而且现在正是落日十分 是风景最好的时候 后来的故事又没有想象得那么完美 我们没有看到鲸鱼 房车还出了些问题 幸好我朋友相助才没有浪迹街头 不过这几天我们的房车生活初体验 感受到了久违的松弛感 当你们看到这集视频 我们已经再次启程 一场冬季风暴 在等着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折腾完了 我们现在要把房车上的东西在一些生活用品 放到行李箱里 来拖我的房车了 希望能有好运吧 希望可以尽快的把它完美的取回来 把所有的问题全解决 拜拜 先把这个罩放上去 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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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这人的箱里 在那边 因为在这边 我们可以移动 可以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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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都可以移动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用这 可以 在这边 没问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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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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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语音好难懂啊 难懂的 这哪人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画上了满满的句号 希望保佑我们不要再出任何这种闲事了 这种闲事真的挺发人的 感觉哎呀 我感觉净折腾了 简直累的 全身都疼 对 太折腾了 不过最后结果还是好的 OK 走